我身后这一款是东风大力神六成四自泄汽车 我们再接下来讲一下车尾备胎的雕装的操作方法 后相反上我们安装了一个备胎 考虑到这个备胎非常大 在使用过程中非常的重 如果路上发生意外的话很难更换 我们配备了一个吊葫芦 可以帮助这个备胎进行一个伸降 我们在将备胎放下来使用之前 我们先将这里有个螺母 它是用来固定的 我们先要将它给卸下来 然后将这些固定的闸带全都给剪断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链条两边都是可以进行拉扯的 一边是降一边又是往上伸 一边是往上伸 我们先将这些固定的闸带全都给卸下来使用了